有一些人放得太过重 就是我部长 我什么都要很好的待遇 我什么都要去到哪里 我都要VIP的treatment 会很难划分吗 这样就说还是不用紧 就我做我的 我觉得不会所为难划分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 你自己选择 所以我一路来 包括我做部长那个时间 那22个月 我的分得很清楚的 我早上如果我要上班的时间 我身为一个部长的身份 我是以我部长的身份来工作 但是如果我下班过后 如果我没有任何 official的一个event过后 我就是变回一个普通人 包括晚上我都不用关车 我都不要叫我的Monica 不要跟我 我自己去逛街 自己去吃饭 自己开车 所以我觉得 那个生活的平衡是很重要 特别是对一个 有权利的政治人物 特别是你做部长的时候 如果你不分不清楚 那个个人的那个生活 跟你那个那个官位 如果一旦你失去那个官位 你就很难去吸引了 对我来说没有问题了 我做了22个部长 过后没有部长 之后我们没有什么大的分别 因为我生活上都是这样 但是有一些人放得太过重 就是我部长 我什么都要很好的待遇 一旦你没有那个部长的时候 你就很不习惯了 没有人招待你啊 为什么你去到那个地方 没有当初你是VIP啊 所以我觉得政治人物 必须要有那个平衡 对我来说